在台中发生了死亡车祸 一名在十军团五两工兵群服役的赖姓士官 休假期间陪太太回到和平的环山部落探亲 买完东西之后 要回家路上 一次天雨路滑 撞上围停路旁的大货车伤重不治 而另外在后里区的后科路 有一名骑士一次恍神分心 自装路边的拖板车 导致头部撕裂伤 从一场就仍然是回天法术 机车从左转道一路右切执行 不过骑士越急越偏 等到刹车时根本来不及 直接撞上停在路边的拖板车 整个人往左边摔 吓得后方民众赶紧停车帮忙 事发在台中后里的后科路三段 男骑士疑似恍神分心撞车 导致头部手脚撕裂伤 送医抢救不治 医院抽血检测 酒测子为零 驾驶因头部受伤 胸腔骨折 医院抢救后先告不治 都是骑车丧命 有一名28岁赖姓士官 休假陪太太回去和平环山部落探亲 疑似天雨打滑 骑车买完东西要回家路上 自重停在路边的大货车 当场失去意识 经过抢救还是毁天法术 警方依过失致死罪将 违规停车者移送侦办 赖姓士官任职单位 五二工兵群 服役九年平常工作认真 跟同袍关系良好 有一个九岁大的女儿 全家生活支出都靠她一个人 如今车祸离世 妻女顿失家中经济支柱 同僚得知二号也非常难过 军方表示会协助处理抚恤 蒋盘姓王胜炫台中报道